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不断挑衅滋事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 严重损害两国两军关系 中方既不会随美起舞,也不会任美胡来 我们采取有力举措 坚定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欲 我们希望美方真正拿出战略眼光 以开放和理性的心态看待中国发展 走出焦虑纠结的泥沼 当前中美两军保持沟通十分重要 双方要坚持相向而行 加强危机沟通 有效防范风险 推动和保持两军关系总体稳定 关于两军高层交往 两国防务部门就此保持着沟通协调 希望美方采取切实措施 为访问营造积极有力的氛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